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让曹梦桐的男孩子们看到后都两眼放光的钢铁海贼BF38弗兰奇将军 在兵户岛上巴法罗和武器女BB犯几乎用尽18般武器 甚至用导弹也上不到弗兰奇将军死豪 最后也被弗兰奇将军以击将军炮所KO 而从这张武器和武器的交锋中 我们其实也已经见识到弗兰奇将军完全在另外一个级别的武器防御力和破坏力 而具合板自己中面对两年后 加强版的和平主义者是 弗兰奇也更属用弗兰奇将军 敌人单挑事为和平主义者 并最终用弗兰奇版本的雷射激光 激进光波 将多位和平主义者完全摧毁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 两年后藏帽团的三大主力 才能完成的战力表现 从这些层面来说 从武器破坏力的层面来说 再导入瓦波合金 将素为蒙面的贝加庞克 昔日的梦想实现 制造出合体机器人 弗兰奇将军以后 由弗兰奇所研制的武器 在合作剧行的起点其实就已经非常高了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让弗兰奇的武器也就是弗兰奇将军 可能会更上一层楼的护车环节 那就是在615系海盗专题 我们才刚或者讨完的 弗兰奇可能和乌苏普一起 帮助山智改良文斯莫克战斗服的世界 正如上人所说 弗兰奇打造合体机器人 弗兰奇将军的金属中 其实就导入了 记忆金属瓦波合金 而在349系海盗专题 我们也提及到 文斯莫克战斗服的重要原材料 其列就是瓦波合金 而通过对山智战斗服的研究 弗兰奇很可能就可以间接了解掌握到 文斯莫克的高科技 对瓦波合金可为相当卓越的运用技术 从而将他的弗兰奇将军再进一步加强 因为虽然弗兰奇 已经可以用弗兰奇将军 发射出将军炮 但诸如雷射激光以及弗兰奇大炮 这样威力强大 也能够多次发射的招式 他还是得靠自己来重拾的完成 而文斯莫克可能将弗兰奇战斗服 完美融入战斗人身体 和战斗的技术能力 可能也就是让弗兰奇 完善弗兰奇将军的关键所在 在975号的军中 我们已经看到 弗兰奇头戴 犹如弗兰奇之家月牙造型的 武士月牙帽子 并将弗兰奇大炮直接背在身上 综合这些方面再继续鼓齿来说 弗兰奇将肯定在核兰奇大战中 展现出来的对抗凯兰奇的武器 可能也就是将 被加弗兰克科技 和文斯莫克科技结合在一起后 让BF-38 弗兰奇将军进一步的升级成为 能发射雷射激光 弗兰奇大炮 以及将军炮 并且还继续挥舞着 巨型武士舰弗兰剑 拥有全新的核兰克主体武士造型 而且可能也就会拥有 升级武器代号的 中榜初级的钢铁海贼 BF-39弗兰奇大武士将军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沙昂云 海灯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